啊!哈哈! 中狗啊! 我剛剛這邊自嗨了半天喔 全部都沒錄到 記憶卡直接給我崩潰 該死的記憶卡 現在這個心情我不知道怎麼再重來一次欸 中座沒事好了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東雄日常 今天呢是 眾所期待 相信頻道裡面的很多小朋友大朋友 都期待很久了也就是我們的 今天就再來大開箱了好不好 今天要開的是 自由模組系列 暗影衝鋒槍 因為剛剛已經開箱了啦所以 我就不裝回去了好不好 長這樣子我剛剛講了一大堆欸 那他做成透明的呢一定有他的原因嘛 也就是他的發光的功能 怎麼樣的發光法呢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外則外 好!如你們所見 好新奇的感覺喔 尤其是他的這個 發射的原理啊發射的構造 都已經赤裸裸的 展現在你面前了 有叫做 好好好 妄 jury xd 哇!β!! 噢! xd 你們現在看可能還是很亮啦 因為那是自然的陽光好不好 我們不能忤逆這個大自然 好來囉 3 2 1 發光 好酷喔 這個發光的用意到底是為了什麼啊 因為它是自由模組啦 自由模組系列的 想當然而 它就是可以加裝很多這種 有沒有 其實它有很多配件會陸陸續續的出出來 所以到時候應該是整支 有連通道的都會發光吧 我是這樣想 這個很適合那個 聖誕節的時候有沒有 那個耶誕樹 你就上面就刮一支這個 小孩絕對興奮到一個洞不掉啦 好不好 感受一下 好 先開槍 不是啦 先開燈啦 那這次呢 為了這把自由模組喔 還有多 選了這一個 這一個叫做LED Sight 什麼意思啊 這樣子看起來應該是 瞄準器的意思啦 瞄準器耶 大家都知道我這個人是 沒在看說明書的 對吧 玩具嘛 自己去發掘怎麼玩 才是重點 好 瞄準器呢 我看到了 要裝電池啦 然後呢還有附兩塊這個板子 Target Target的就是目標啦 我丟不走耶 一直被電風扇吹出來 所以這兩個應該就是標靶 標靶 OK 標靶沒什麼好講的 裝完電池之後呢 上面這個旋鈕其實是它的開關 我們這樣轉呢 會發現它有亮起來了 自由模組好玩的就在這裡 有感覺到嗎 有感覺到嗎 有這個feel啦 這個也有用耶 這麼近還沒用就完蛋了 它這個準星其實就是會 反射出它的紅點 喔有了有了 喔有沒有 它就是反射出它的紅點 可能就是這樣做訓練用的吧 或是說 朋友之間玩一些比賽啊 看誰可以打中之類的 大概是這種感覺 好 這是它的模組之一 瞄準器 整把我覺得 它的主要的賣點還是在這個發光啊 這個很多那種神人啊 可能又會把裡面的LED改掉啊 然後再繞一下不一樣的感覺喔 可能會更炫炮一點 好 今天大開箱要開的第二把 是 菁英系列 三角洲祭兵 菁英系列 它這個呢 主打的就是我跟我之前開的那個樣 四合一啦 就是它一支槍呢 可以有四種變化 你們不要看我這樣好像丟得很爽啊 這只是節目效果 我等一下還要自己去剪的 OK 三角洲祭兵 不錯耶 它這次的配色呢 感覺比較 比較扎實一點啊 它顏色用的對比很鮮明喔 所以感覺會比較亮 我拿一把之前來比較的話 就是 你看 上一次特別版的 配色 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真的特別的亮 亮色 像這個子彈啊 百分之百 你玩一場 就是會少那麼幾顆喔 不見了 就蒸發掉了 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像我剛剛把那12發射完啦 我現在可視放回內 大概只剩下8發齁 剩下的4發就被這個房間撕掉了 撕到一次元空間去了 OK 槍管 哇哇哇哇哇 這個就比較有喔 有Feel有Feel 不過它是一拉一打的 它就不是電槍了 它是一拉一打的 它是一拉一打的 節奏感很好 上躺的這個動作 很輕啊 以往有一些槍呢 它會把它設定的比較硬一點 就是你要很大力去搭 這個不用喔 這個還蠻輕的 這樣子呢是第一種型態喔 第二種型態的話呢 就是 哇我把盒子丟得好遠啊 好其實第二種型態 就是把這個 屁股拿掉 少了一點點啊 就是變得比較輕 就沒有槍托這個部分了 好接下來第三種呢 就是 喔 它完了就是一些 排列組合而已啦 這次呢 反而是把槍管拿掉了 槍托再裝回去 就會變這樣子 好 接下來最後一種就是 頭跟尾都不要 單獨 像一隻小手槍一樣 好 這樣子其實也是 不錯 更攜帶方便一點 就是這樣的概念 我覺得呢 他們現在都很喜歡做這種 自由模組的感覺喔 因為這個系列 好像是他們賣最好的 所以呢 你可以相互搭配啊 然後感覺起來就是 多了一點什麼 比如說 我把這個拿掉好了 這上次 玩具煩惱城的特別版 裝在這裡 應該是可行的 喔有沒有 這樣我那一把透明的呢 就多了一個槍托了 就這樣這樣子 有這個感覺就 就還不錯 就還不錯 就變成說 你可以各種搭配啦 你的搭配呢 多樣化千萬種 可能沒那麼多種 OK 好 這就是今天開箱的第二把 接下來呢 就是他的老大哥了 也就是我們今天的 最後一把了 精英系列 無限衝鋒 我等一下會解釋 他的無限指的是什麼意思喔 這個想必很多的 NRF迷呢 會很興奮 哇 這個老大哥就是 分量就是不一樣 呼 這次精英系列的配色 就是這樣子 重點在這裡啦 重點在這裡 這個就是讓大家都很期待的 喔 來了來了 各位觀眾 三十發的蛋骨 蛋骨耶 你知道這已經多久沒出現了嗎 這個 上次有一個觀眾送我一個蛋骨 這時候就要出動我這一箱了 這一箱呢 就是我的 喔 模組 蛋骨呢 有分很多種大小 像這一個應該是 二十五發的 二十五發的蛋骨 接下來呢 這一次我們開的這個是 三十發的蛋骨 然後呢 上次觀眾送給我的是 絕版的 三十五發的蛋骨 那個時候價格炒到多少 你知道嗎 這個蛋骨大概炒到一千塊左右 這個上下區間 沒想到他們這一次 居然就已經有出了這一個 三十發的耶 那只差了五發耶 二十五 三十 三十五 就是這樣的區間 哇 我有蛋骨一家人 那如果呢 你不想要花大錢 去買絕版的 這一次 是你的好選擇 好不好 既然我子彈都裝完了呢 就先用這個測試來 這把槍呢 還有一個特點 是我前所未見的 等一下再示範給你們看 好的各位 大悲劇啦 它果然是要這種 強力的一號電池 四顆 最大的啦 哇 這把到底是有多兇 我記得咒絲也是吃 這麼大一顆的 哈哈 咒絲更猛 咒絲要吃六顆 現在一把比一把還兇啊 好不好 小孩的世界也是很殘酷的 喔 完成了 哇哇哇哇 你看 新的 新的構造喔 是新的設計 你們繼續聽喔 這個彈夾裝上去的時候 真的很帥 好爽喔 這雙感十足耶 好接下來就要展示它 獨有的 一個設計了 可以看到 它這個槍呢 上面 有一個洞 你們知道可以幹嘛嗎 來來來 試看看 很扯很扯 因為 以往喔 我們在打NERF槍戰的時候 你子彈沒了 一定要去路上 隨便撿子彈來補充 當你呢 把彈夾卸下 再補充子彈的時候 你很有可能那一瞬間就被幹掉了啦 當你有這把之後怎樣 你路上撿到的子彈 拿著 趕快 你們有看到嗎 等一下這個太恐怖了 撿到子彈 補充回去 你有沒有看到下面這個 自動補回它的彈夾裡面了啦 太扯了 補回去捏 從這裡面補回去捏 我 我已經無語了好不好 這一把我覺得這個設計真的太強大了 這一把絕對可以讓你在生存的 存活率呢 至少高了20%啦 因為你在路上一直撿子彈 隨時可以補充嘛 你一撿到就補充 補充 有沒有 撿到就 補充 有點像那個湯姆熊的彩票機有沒有 好酷喔 這把我好喜歡喔 好我先用我的人體測試一下會不會痛 好不好 其實還可以啦還可以忍受啦 真的不錯 這一把我真的太尬耶了 好那一樣呢它旁邊有這個取彈口 如果卡彈或是什麼你可以在這邊做一些緊急處理 所以你們知道無限衝鋒的意思了吧 也就是說呢你在戰場上 撿到子彈隨時可以再補進去喔 讓你的彈量呢呈現一個無限的狀態 只要地上有子彈 你這把槍就是無限供應 OK 很帥這個理念我覺得非常尬癮 他們這次新產品的研發誠意 我感受到了好不好 這個真的要給個讚 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 NURF武器大開箱喔 這算是這幾個月來 新的武器都在這邊呢 那有些觀眾疑惑說 那另外一個系列 雷射系列的 怎麼沒有開 那就是另外一集的主題了齁 今天就先到這邊 那以下的這些槍枝呢 在玩具範斗城 你都可以看得到 好了各位 那我們今天呢就到這邊啦 那我們就聊完樣子影片 不行就在明明就新影片啦 見面了 See you 阿淺 就是 看看 海人 那邊 相是 那些人 又是 那些人 那些人 應該是 好 所以呢 又